这一根科威术的螺丝 那个磁轮它已经歪掉了 这变成 它是肩浅的 这变成它有时候它转的时候 它转到某个角度以后 它会变空转 它会转不到下面的角度 台电机查人员当场发现 这个电表已经招人厚坏 被查获的用户无言以对 这个全台最大窃电集团 现在双北多处仓库 转出给挖矿业者这类的用电大户 再透过改装电表赚取价叉 之后跟雇佣水电工 到南台湾屏隆等地公拔出地点 协助业者改装电表 破坏封印 让尽量失准来偷电 涉及的店家有理法厅 民宿及残球馆 甚至还有一处是制度工厂 尖砖小组历经数月的追查 先查出是以环性 交性的办情 在北部地区 经营这个转出电信网络设备的 基地台或须离货币挖矿机的处所 给业者 并以切电的方式 来供应所需的电力 以摩取以防暴力 本局来陆续在台北新北 陶宁等地的12处 查获招改造的电表 只有六个挖矿机六部的张政务 并陆续逮捕 黄姓祖贤 以不叫水电工 或是以七零办行道案 那本案经持续溯源追查 发现以张姓为首的切电机团 那一样会摩取这个不法利益 另外雇佑和不孝主研工 前往屏东 潮州 内部 南州 康顶 铃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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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针对这些一些礼法厅 藏酒馆 民宿 当部这些营业场所 甚至还有一处 是这个制度工厂 这些用电量 需求比较大的住所 他进行这个改造电表 切电的一个行为 警方破门攻坚 逮捕犯险并查扣多项犯罪工具 经过台电公司方面清查 共有65个电表被破坏 被切得用电度数 超过1000万度 损失电费超过4000万元 警方分别逮捕 黄姓及张姓祖贤 共17人到案 并将全案依诈七 及切到等罪嫌 移送40地检署偵办 其中有12人遭到检方起诉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 顾客体感受到 请不吝点赞